《徐榮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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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 大家好 又到《樂部我不講長》的時間 我是余榮鷹 身邊有鄭重輝 余Sir 你好 輝哥今集有什麼話題 今集想講講 在道路上的責任 有關很多人 包括設計者 或者是維護者 使用者 使用者包括有普通人 有駕駛車輛的人 即是司機 路客與車客 我針對使用者 在我們遵守交通規例 我想這是最低要求 即是社會對於道路使用者的最低要求 但很多人不守規矩 通街都可以見到 尤其是 你都經常在澳門街道上 周圍奔波都見到 所以現在 我覺得 我覺得 我最近有幾深的感觸 就是說 在路上我見到 有些人駕駛 我估計 我看到 都是比較年輕的 他們當在路上駕駛 不是一個交通工具那麼簡單 還是作為自己表現他的技術 或者尋求刺激的一種 例如 駕駕駛 抽起的頭離地 這些都少了 現在 是爬頭 插隊 爬頭 這些 這些真的 包括電單車 汽車 最糟糕 走路可能 危險性 你都見到 都是見到 危險性 但有些看不到危險性 而存在 就是 他走到交通燈前 放過一輛汽車的角 而那輛汽車就是重營車 看不到 當重營車上出車的時候 就看不到 硬過去 情況就嚴重 試過在碑尼拉街 和雅琳坊交界 同試過在提督馬路 和駕駛馬路交界 即場硬死 一個駕駛電單車的人 就是因爲這樣 我想 這些悲劇 大家真的很不想聽到 又更加不發生 內何 經常有 現在 我們回看 這些意外 當然有些 百年都不會想得到 但是 我看到 人家不百年一遇 被害者一遇就沒有了 所以大家 不要看輕 在路上的安全 其實安全 因為我們今天的話題 是關於責任 其實如果你負責任的話 包括雙方 如果雙方都負責任的話 這個意外 一定會被任何一方 沒有負責任 但是有些 責任者 就是剛才說的 設計的都有 維護者都有 你看到很多馬路 它爛了路面 成為一個坦 很久都沒有人管 這個就彌補一點 還有一樣 就是說 你剛剛說的就是 左穿右插 快 是不是開得慢 就等於是 對呢 我覺得不是 是 為什麼不是呢 我就舉一個例子 你在友誼大橋 大家都知道 兩邊 不成文的規矩了 差不多 左邊都給了大車 這是法例 但是 所以那些小車 一般都會走到右邊 有些車輛是不准跑的 不准 就是 你這樣 好了 整條友誼大橋 大家都知道 最高速是80公里 有很多危險性 因為它跟西環大橋不同 就沒有分隔開電單車 所以經常你聽到 有撞到電單車的新聞 最慢 最慢就是40公里 如果有個人 他駕著一輛車 慢不是有罪的 你按照法例40公里以上 你就沒事了 但是 有些人不知道技術問題 甚至乎在講電話 還是它是新牌 很多原因 很多因素 它可能 駕得很慢 可能50公里 50公里 他前面完全沒有車 如果前面有車 大家都50公里 其實 我遇過很多這樣的情況 我在馬路也看到 不是只有大橋 就是有些人 駕著電單車 他一邊經過店舖 轉頭去看店舖 都忽略了自己在駕著電單車 也有 所以他沒有犯法 駕著慢的人 你不要罵他 駕著慢的人 駕著慢是他的權利 很多因素 因為他要周慢 但是因為你的權利 阻礙了別人的權利 大家就要考慮一下 有些事情 它不是犯法 它不好 不好 都是不對 有機會 造成起碼 對自己危險 其次對別人危險 你說的情況也是 我看到馬路 轉頭去看人 我想這就是犯法 犯例 所以叫做危險駕駛 所以有時 剛才我說 我們沒有犯規 他50公里就會犯規 他最難是40公里 你快就犯規 有時我們要想回這個世界 有些民族 他會顧及別人多些 你呢 好像日本人 我都是 不要說我先 他顧及他人利他主義為元 都是他的價值 有些人就不是的 就是利己主義 人不利己 就什麼什麼 千之秘滅 我再說 他利己 就作為他的核心價值 所以 利己和利他 在這個社會上 你一看到 駕駛得慢 他可能很享受 前面一望無左 另一個 又是跟 化與慢有關 就是行人 行人 當然斑馬線 他絕對有 但有用事 就是澳門極之不對 我們看到 香港 香港 有在文字宣傳 有在電台宣傳 有在電台宣傳 如果 被行人看 那個步行的 綠公仔 叫做 用綠公仔 好些 一個人叫公仔 如果當行人 想過馬路已經閃 走下去的話 是觸犯了交通條例 澳門沒有做宣傳 那些人 也不懂 看到綠燈閃 快點 還可以 其實是危險的 你不知道 它閃了多久 還不知道有什麼 而且 我有時看到 十字路口 或者叫二字路口 老人家 長輩 帶小孩 打斜 來過馬路 這個危險 所以 大家在宣傳很多 我們澳門的種種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 再提醒大家 怎樣做一個負責任的道路使用者 是為了大家好 還有更不負責任 他將道路使用 延續去行人路 以至一些不是行人路的地方 是私家的範圍 這些就不對了 第一 在行人路封鎮電制 它為駕的電單車 跟隨它為泊 第二 在有些不是行人路 例如 文政總署有些街市的地方 內部份 找難關難了 它不是行人路 但是 人家可以推一些貨 那些電單車都飆了進去 所以現在我想 在澳門來說 大家都在強調 交通阻塞 很多很多這一類的問題 我想 如果大家在道路使用 會多一些大局 我們現在經常說大局著想 整體來說 會是暢順 更安全一點 我覺得輝哥 你所提的 是很應該由一些 推行公民教育的部門 在澳門市政主 去宣傳多些 教育多些 以至由交通部門 去不同的單位 包括學校 即是中小學 尤其是大學 我想就不需要搞這些 中小學 還有一些社團 多講 起碼都提高人的責任 不是個個那麼衰 或者我再講 不是個個那麼賤 你不負責任 沒有犯法 你除了要守法律 法律是基本的 你做到比法律更好 包括路面 禮讓 以前澳門經常說禮讓 以往我接觸到很多朋友 在內地 澳門的駕駛文化 禮讓 真的好 以前好好的 七八十年代 大陸都未開放的時候 未開放自由行 好好的 但是現在可能澳門 逐步逐步 生活緊張 也逐步逐步 人口結構起了變化 所以整個禮讓 甚至乎行人之間的禮讓 我覺得是變成了 所以這個 你客氣 我認為跟新移民多數有關 這些外來 其中 你都知道 有些數字是比較低些 因為特別是 改革開放之初 推來澳門那些 是差不多不要的人 所以就累了澳門 澳門的新移民 為數多過香港 所以澳門現在 我覺得 我們市政處 不斷在提倡和諧社會 和諧共論 我想這個和諧 我們不如以後 再細化一點 再具體一點 講到剛剛我們 這個道路使用者的責任問題 和諧有的 擦鞋都有 但是偏諧有些人 鬥氣的都有 和諧鞋和擦鞋 不同的 所以我希望提高公民教育 你所說的 在公民教育方面 要做些功夫 希望政府做 多謝輝哥